大家好 我是混水 欢迎comment like share 最重要就是按一按订阅的小铃铛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金融的黑幕内幕真相和分析的话 也都欢迎订阅我的patreon 最近我的patreon教别人如何利用个人理财财机 可以免息分期套大概超过30万左右的数出来 都帮助了很多人在现在一个经济困难的阶段度过难关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我的patreon了解多些 我亦都开通了payme的点场和打伤服务 所以也都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今天就盛蒙大家的错爱 最近讲关于闭笑JPEG和它整个《承摩之路》的一系列特辑 都挺受欢迎 也都有读者朋友就希望我可以再讲多些 我首先都是那句 是希望大家听回我之前所讲的东西 那就不要就这样说为什么这里有没有讲 今次有没有讲 都讲完了 但是前提就是你要先听回我之前所讲的片段内容 就不要说我这个没讲那样没讲 之前一早都讲完了 还有因应着最近大家的兴趣 我就会做一个playlist就放在youtube里面 playlist现在有不同的部分 比如有水月金融我和白冰的节目 也都会有一些是讲香港楼市的一些分析 会讲一下香港现在还有一些什么的老千变局 政生会风波 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刘世良的风波 或者一些读书上面的playlist 我都setup好了 所以你可以先听完我的playlist 然后再做一个判断 而因为今次是有朋友去点唱 希望我可以多说一些币销和JPEX的关系 JPEX这件事之前都说过了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加精密的部分 第一你可以听我在youtube的分析 订阅我的patreon和F1prime 里面就会有更加多金融和财务的角度 甚至乎在法律角度的分析 例如一些SFC都有引用到我的观点 我是帮SFC去反击了JPEX的 这个部分他们是有引用我的 也值得去讲一讲 那篇文章都几千个share的 后来981陈士文大师 在晴朗一天出发都有找了我去做一个读家的分析 那我们就今次只是集中去讲回JPEX和币销之间的关系 如果你之前有听开我讲的podcast 你都知道币销它用社交媒体去骗人的那个formula 是不停进化的 它初初去做那些矿机的时候就很raw的 甚至是很山寨的 也都很amk的 就是那些拿了钱出来去数 又拿个靓车出来去晒等等 后来它每一个project都会学到新的销售技巧 也都会有新的进化 那到了JPEX的时候 它的进化到底是怎样呢? 就慢慢它退居了二线 就去栽培一些另类的币销 即币销的下线1号 币销的下线2号 币销的下线3号 所以你会见到那些东忌啊 有一个TVB的硬升啊 跟着就临作陈仪等等 那它们就会在这些这样的框架之下呢 去销售JPEX 那我就集中去讲回币销和JPEX的关系 如果你真的想了解JPEX itself那件本质的事呢 你就在comment like shares 给多一点意见 那首先呢 币销是整个JPEX 骗局里面的其中一个隐藏的核心成员来的 那但是你要踏到骗局这么大的时候呢 当然是会有一些front end的人 有middle end 也都有back end 正如一间金融机构 都会有front line 有middle office 还有back office的 那front line 当然就是币销 他们那个团队 一起去做销售的这个部分 那后面整间公司的建立到底是怎样弄出来的呢 就是背后呢 整个JPEX后面的mastermind 也就是币销背后的潜在可能的金主呢 去弄出来的 因为币销呢 它是出去骗人的而已 它是销售东西而已 你说叫它真的铁一间公司 铁一些区块链的东西 很IT性质的东西呢 它是铁不了的 但是你要弄一个的交易出来 你背后当然是要有一些IT的人才 去做的嘛 那这个部分就要分清楚就是前端和后端 是两个技术来的 那币销就是做前端销售 就是骗人的那个部分 后面呢真是弄那些IT的东西呢 其实是另有其人的 那币销的金主之前都说过了 就是其实是我和阿塔哥 还有一帮人呢 好早就已经在收费的频道那里 先说了 那但是因为呢 你没有公开的媒体去说这一样东西 然后我第一个出去说的话呢 其实是会引来麻烦的嘛 就是正如币销都知道过我啦 我家人啦 我的business partner啦 那所以我就小小声和我的订阅户去说啦 那我的订阅户是没有人中复的 那但是如果你之前没有订阅过我 就不好意思啦 就是可能我没有办法将这些资讯公开说出来 因为行合仗义是有代价的 去到最后他真的滋扰过我家人 那我只能够小小声去说啦 甚至乎呢 有一个加密货币的KOL啦 那我和他都会间接会有合作的 也就是里奥啦 里奥是给JPEG背后的团伙呢 是真是物理性攻击的 是真是肩头当那样 肩到他入医院的 那所以我们不敢公开说 只能够小小声和订阅户说呢 是很make sense的 那整个框架就是你都会feel到啦 就是有一间公司啦 有前端有后端 还有有一些外围的打手组织啦 那当然是有社团背景啦 如果不是你我就不会给人家肩头 我和我家人我的business partner 也都不会受到他们的犯法的滋扰啦 那所以呢 他们是有内围和外围的 那内围的那个部分呢 IT呢以我所知呢 他们就真的有outsourced到 给一些传动的IT公司去做的 因为都是coding的部分 就是coding就好像起楼那样 即现在IT project management的那一个模式呢 就真的可以很多东西是outsourced出去的 譬如一些简单的IT部分呢 是由一些的IT公司承包了的 以我所知呢 有一间曾经在荔枝国的公司呢 是有承担到部分的IT部分 但是有个客人想你打一个IT的program出来 你帮他做呢 这一件事不犯法的 犯法的位呢 就是他利用这个ITprogram 吸了钱之后再卷款而图呢 那这个行为才是犯法的嘛 你帮他砌一个system 砌一个网砌一只app出来呢 是不犯法的 那而前端的那个部分呢 就是币少和他后面的团阁去做多些啦 因为币少都知道自己的名气呢 是烂了的了 所以他就没办法呢 是在前线上面做这么多的销售 他的那个做法呢 就是一开始JPEX是什么人都不懂的时候呢 他就真的去讲了 他也都是会走出多一点点去讲了 但是只是限于JPEX JPEX这个片局不是说去年才爆的嘛 他run了四五年了至少 那么在四五年之前的一些比肩利的部分呢 就币少会有讲笑少的 那就等人呢 知道有一间这样的公司啦 还有也都可以吸到呢 币少还有一些核心的信徒 那就是正如现在 陈儿都还有一堆核心的信徒的 林作都还有一些基本盘的fans 就算你个人去到怎样极端的情况之下呢 你都还会有基本盘的劳西良 都还有一个很坚实的基本盘 就算他骗了陈姚叔做了那样骂骂的行为之后 都还有人会相信他嘛 币少也是的 就算他做了那么多东西之后呢 他都还有基本盘 那那个基本盘呢 就成为了JPEX 投期的一些supporter 也都是给了钱进去 去做他们的客人 那这个基本盘是有的 但是币少之后呢 他就变成了一个trainer的角色了 所以你会见到他会训练了那些东记 又或者其他人等等 那些人呢 那个套路跟币少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又是原库啦 我们财务自由了啊等等 但是呢 他们就没有币少早期那么夸张 因为币少早期真的很MK式去sale 那接着呢 他们的trainer是有不同的category 去做marketing 这一下才是的 那譬如呢 有一个是sale一些女仔的 或者sale一些名媛的 那这个就是那个priscilla 那就可能说 这个女仔都可以变成一个女强人 很成功等等啦 那东记呢 就是sale贫穷透过加密货币支付的 那这个就比较像币少早期的那个人切的 那只不过币少的名乱了嘛 如果你要走入公众的时候呢 你只能够找一个你的successor 你的替代人 那东记就是做这个的部分啦 那有一些呢 是负责养猫的 养猫呢 因为猫牢都是一个群组来的嘛 很多人都是喜欢养宠物啦 或者对于动捕这些有关注的嘛 那他就真的做了一个KOL呢 是专门是for猫的 那然后就透过养猫打入到这些群组之后呢 再慢慢去sale 那也都有一个TVB的 云星啦 那个云星呢 当然也都是 就是想sale回他们其他的那些 云星啦 又或者这个云星如果可以 变成为云星的下线 再sale更加多的人呢 他们都是 寒乐而不惟的 也都有一些话题性的人物啦 比如可能是林作呀 陈仪呀 跟着也都可能呢 会找到一些传统的名人啦 可能宋美呀 装斯文呀等等 那他们呢 有两套approach的 有一些呢 是jpegs主动去栽培的 那一些呢 就是相对核心的KOL 那也都有一些呢 是jpegs 找一些 或者没有找啦 其实根本就是同一班人的 起了一些OTC 再有OTC呢 去找其他的名人 都有的 那所以呢 是分了不同的layer啦 找不同的名人啦 又或者找不同的工具呢 去做好整个的销售网络 那而在加密货币的那个VC体系里面呢 VC真的讲的Fenture Capital呢 通常是很多东西搞的 会有一间exchange啦 跟着可能会做一些 宅客换店啦 也都会做媒体啦 加密货币媒体都是有的 那而 就是币销他们都有 做了一个加密货币的媒体 叫做Block Daily啦 那其实坦白说啦 这个的媒体呢 如果不是有息之士 知道它跟币销 或者跟jpegs是有关的话呢 只用媒体的角度去看呢 他们是做得不错的 有些新闻是很快啦 很engaging啦 那但是一去到 真的要推 agenda的时候呢 都是做得很仰衰的 譬如 那时候他们跟林作要去合作啦 那林作当时候呢 就被人家说他是 币圈教父嘛 那币圈教父的一个 agenda 是怎样set出来的呢 当然第一就是 林作自己不停去讲啦 第二就是 这个Block Daily 就不停地吹捧它啦 就是用媒体的力量 在社交媒体那里 就不停地吹捧它 很劲啦 那一去到做 agenda 这些位置的时候呢 那就是破功啦 又或者是 立刻被人家见到 原来你们是一火啦 但是他还没去做 这些 agenda setting之前呢 其实都算是做得不错的 就是在新闻的角度来说 那但是当然啦 一去到说你要sell jpegs的时候 也都是会惹难 那两块面都很肉酸 那他做这一样东西啦 那所以呢 整个局呢 是横幻相扣的 一层去扔一层的 那当然呢 也都有其他project的 譬如他会资助钟培生的拳赛啦 接着他们会去澳洲 建一间空壳公司 接着找一个澳洲 就是不知道什么的鬼佬 那个鬼佬根本都不是做Block Chain的 甚至乎不是一个IT人的 那但是你要量解 就是MK 只能找到MK的 你要找一个敬人去endorse你呢 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但是总之又找了一些鬼佬 去做一些 就是很弱的endorsement 根本都不知道是什么水来的 然后也有一些位是催大了的 譬如他们会 就是JPEG 就是一个骗局啦 那但是也都有一间公司叫做JPX 那之前呢 是一间日本的公司来的 那他们就特意呢 把那些名字就觉得很类似 让那些人就觉得 是一间日资的公司 甚至乎是跟JPX这一间公司有关的 那然后也都催太大了 就说我们会用Visa 和Master去合作 因为Crypto.com呢 又或者早期的一些加密货币的交易所呢 他们真的可以跟VisaMaster去出一张debit卡的 那而JPX呢 为了令到那些人相信他是日资 就会吹到故事很大了 第二就是他想给人感觉就是 就是他跟Crypto.com啊或者Binance啊这一些这么一流的交易所呢 是同一个水平的时候呢 都催大了就说啊我们都会出我们的debit卡 出我们这些卡呢就方便呢 你的钱就放进去我们那个平台那里 你可以做stacking的 stacking我们会给你资金 之后你要花钱的时候就花我们那张信用卡 那到后来呢是VisaCard是直接呢是declined了呢 是有这一件事发生的公开出了声明 那其实那时候呢大家都知道他已经是努迁了 只不过都仍然有很多人去信他了 那还有呢慢慢呢有一些人呢开始愚梦初成 想捉钱就那之前可能是入了一百万啦 想捉回一百万出去的时候呢 又被他们一些外围的黑社会组织去搏头啦 那所以整件事是可以说很多很多的 说就是五六集都没问题的 那就看看大家想知道meem的多些的面向啦 多些comment I share 告诉我听你想听些什么 那我就逐样东西去和大家去查解分析 因为我都掌握了很多的内情和秘密的 例如他和钟辉生怎样去合作啊 怎样去结缘啦 接着之后怎样跟林作去合作啦 这些我全部都知道 又或者那个OTC现在是搞了些什么东西啦 接着有些什么的变化呢 为什么他们到现在都还没被人去抓呢 这些我们全部都可以去分析的 那但是就实在太多dimension了 你想想警察都要查几年啦 那你都不要expect我十分钟可以说完所有东西嘛 那所以看一下大家想知道什么 想听什么的告诉我 首先希望大家可以多些CRS comment I share 和按一按订阅的钟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都有一个YouTube80元的会员计划 这个80元的会员计划呢 是会解答大家所有的问题 所以feel free去问 我们每一个礼拜都会解答的 你问我们多少条问题呢 留多少次言 我们都是会解答你的 那是非常之划的 你问我们100条问题 我们都是会解答你100条问题的 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都有一个paymecode 就放了在影片的左上角 同一时间也都放在comment和caption那里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影片做得好的话呢 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去打赏我们啦 那还有也都多谢一下打赏了我们的朋友 那我们也都有一个点唱的环节的 那我们也都有一个点唱的环节的 就是你只要在payme那里输入一些理想我们说出去的message 那我们就会透过我们这个平台呢 就去说出去的啦 那所以希望大家都善用这个的点唱环节的服务啦 那也都除此之外呢 我是有一个patreon的订阅产品 那里面是会爆很多黑幕内幕啦 还有一些独特的独家分析啦 那甚至乎我现在做的奇人谈 是会找不同的嘉宾做访问 那里面也都会再有一些公开不方便去讲的一些黑幕资讯呢 都会在patreon那里爆出来 也都有很多的电子书 电子杂志 还有很多的精彩内容啦 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个绝密的爆是非的youtube啦 那就希望大家可以订阅一下我的patreon啦 那最近呢 我就最受欢迎的内容是讲一下 怎样可以帮现在香港人呢 是可以透过信用卡财技 套到30万出来 那这一招的财技呢 套到30万之余呢 也都是可以分期付款啦 其实是超过30万的 只要你懂得玩的话 那所以也都帮很多现在有现金周转困难的香港人呢 就解决了他们一些的燃眉资金啦 那甚至乎有一些的税汉的财技呢 是可以一月的税移到去五月才交的 那也都有这一些的巧妙东西啦 那所以大家都可以去订阅一下 那我自己也都有一个fortune inside的订阅产品啦 里面就会多些上市公司股票内幕的分析的 那至于90后投资经理阿燕呢 那我的节目拍档呢 他的投资回报也是非常之厉害啦 也都可以找一找他啦 就把握现在这个机会的窗口 那至于联络他的方法呢 下方就有一张google form的 也都有一条google link啦 在caption和留言那里都会留下这个google form的 那大家可以去找一找他啦 了解一下他的那道策略啦 那这个就你们自己私底下联络啦 那就无需要去经过我的 那我也都相信啦 今年呢 是一个最重要的机会窗口 那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一年的机会窗口 要找多些钱 去做好整个人生的资产投资的财务部署